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是美食天堂 将于9月27号 在纽约时代广场亮相的新唐人 全世界中国菜厨祭大赛 得到了香港餐饮界许多名厨的关注和支持 香港的烹饪大师徐新荣 就特别赞赏了大赛发扬传统 表示鼎力支持 人称银哥的徐新荣 是香港著名烹饪大师和营养专家 他曾担任过女男爵 邓连儒的私人厨师 也获选为2008年中国烹饪大师 很早就关注新唐人比赛的他 称赞新唐人将中国菜搬上纽约时代广场 是让西方建设中国饮食文化的好机会 新唐人电视台也都可以值这个机会将这些那么传统 那么怀旧 那么扎实的功夫菜 是推广给外国人 让他们更加之口味到有福 第二就是可以眼界大开 让他们可以更加之了解我们中国里面的饮食文化 他用时而不滑来形容新唐人比赛 现今有九家以现代人注重健康为由 将传统菜改良 但银哥强调要改也不能改了风味 他呼吁香港厨师们共同来参与大赛 将中国饮食文化代代相传 中国菜源远流长 自古以来有一个烹调的用具 再加上当时的文化去设计这个菜式出来 那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流传下去 银哥在这里呼吁大家参加新唐人电视台的 中国菜厨技大菜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